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,图姓男子去年在板南县捷运,一周内设二度以下体磨蹭同一位正妹上班族的臀部,夸张的是,图第二度性骚扰被抓包后,还继续返案,以相同手法对另一位女带生性骚扰,色胆包天。 图男道案否认性骚扰,便称若有性骚扰,应会赶快反应才对,仍遭判刑,上诉后,图改扣认罪,并赔偿二女和解,高院改判居以七十天,缓刑两年定宴。 未婚,约三十岁的图男,去年四月十八日上午八十,一身西装笔挺,携带公式包如上班族打扮,搭往南港的板南县后,集人朝拥挤为掩护,移动到正妹上班族小雅,化名,身后,静一声直气顶住她的臀部,并不停磨蹭。 小雅多次左右移动身体闪避,但图男都跟住移动不放,她不跃转头瞪式,图男派东窗事发,趁捷运到站赶紧离去,没想到图男十岁之位,一周后,上午八十仍搭上往南港的板南县,又走到一位长发正妹身后,以生直气磨蹭其臀部,满足性语,而这位正妹恰巧又是小雅。 小雅感觉遭性骚扰后,从车厢窗户玻璃反射影像,看到身后嫌犯好像是日前那个嫌犯,立即通报捷运警察。 图男见状下车逃离,却未立即离开捷运站。 几分钟后,图男又搭上下一班捷运,相众身材较好的女大声下手,在人群中应挤在她身后紧贴住不放。 女大声明确感觉到有硬硬的突起物顶住她的臀部,觉得不舒服,且因她之前搭捷运时曾被性骚扰。 加上此突起物是有温度的,确认是男性的生殖器,就转头大叫有色狼。 经民众合力将她逮住,欧妙和女大声都报警提告图男道案否认性骚扰,便称捷运车厢拥挤,应是不小心碰到,若有性骚扰应会赶快反应。 但台北地院一二被害人证词,捷运监视录影光碟等证据,以三个性骚扰犯行判图男110天拘役,得一颗罚金11万元,图男上诉后,改口承认性骚扰,向法官求情称一审判太重,并和二被害人赔偿,和解,高院认为她有悔意,该判拘役70天,缓刑两年定宴。